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另外就是尖沙咀酒吧China Secret群组等等 而尖东帝院酒店今天就再有确诊 所有员工以及住客需要紧急撤离 到底情况是怎样呢 今天我们特别去现场了解过的 帝院酒店有职员和住客确诊患上新冠肺炎 而酒店也接入卫生防护中心通知 要求全部住客要在今天中午前撤离 我们现在看看现场情况是怎样 我们到达时已经有大批传媒 在现场等候 现场也有不少警员维持秩序 就我们观察 酒店大堂都有大量住客急着退房 而中午12点前 一直有访客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走出酒店 但大部分一出酒店 就直接上私家车或的士 这些探测、洗澡 我们本身都做了防疫措施 你自己也不贪心吗? 我不贪心 因为他们的卫生各方面 基本上都很严谨 你怎么做呢? 没事,我去我的次酒店 谢谢你 为什么住客不用旁边 就可以大摇大摆走? 据指这间酒店 早前有两个泰籍住客确诊 就这样有得住客自行离开 如果是大病毒人士 他们通街走 入住其他酒店 就会四围播毒 挺恐怖 至于酒店方面 就强调疫情关系 酒店和里面各间餐厅 将由10月9日起暂时休業 14日后才开 并已经委托了专业公司 进行全棉消毒、深层清洁 和内部维修保养 期间不会接受客房、餐厅 或其他预订 至于需要撤离的房客 酒店会协助安排 搬到其他酒店入住 而订阅了房和餐厅服务的客人 可以免费取私或退款 不过这间酒店不止有住客中招 确诊员工方面 除了有早前大病上班的 越南餐厅服务生 原来还有另外三位员工确诊 包括厨师、机电人员 和一名意大利餐厅的服务员 到了一点钟 四辆专车洗到酒店 准备接载员工到检疫中心 证明穿了全套保护装备的 检疫人员进了酒店 有消息指 现在有57个帝院酒店的员工 在酒店里面做检测 做完检测之后 就会有专车接送他们 在隔离中心隔离 时间来到三点 我们看到已经有部分员工 按着检疫人员指示陆续上车 有现场消息指 病毒来自酒店更衣室 所以预计会有更多职员 需要接受隔离检疫 将会分两批送走 现在是三点二十五分 看到有两辆车已经开走了 相信陆陆续续 帝院酒店的员工 都会被送到隔离 员工就要接受病毒检测 住客就不用隔离 当中会不会有播毒危机 看牌都要等官方再作交代 继持云山港泰护老远 屯门康河护老远 香港再有院舍爆发感染群组 今次是葵冲石任路 郭宝楼的一间私营残疾院舍 郭宝之家 院舍最先有一名57岁男院有确诊 昨天再多11宗确诊个案 院舍出现确诊个案之后 里面的院友和员工已经被撤离 一共有34名院友和6名员工被送往遣疫 自从爆发疫情 很多院舍都已经不让家属探访 不给入那又给不给出呢 政府就建议院舍如非必要 都不要给院友外出 今次爆发感染群组的国保之家 有院友就可以四围走 可以走去楼下公园打等 又可以去到附近商场买早餐 自出自入之余 还要整天不戴口罩 住在院舍楼上的居民都说 这个情况持续很久 他们见到都被知则吉的 说起他们都是这样 就是说了他们那个组织 跟他们那些负责人说了 他们都不管这种办法 是向一些区议员投诉过很多次的了 经常有些在楼梯 坐在楼梯里吃烟 拿一瓶水来喝在这里 坐在楼梯里阻止上落 我很多时候都会去的 又不戴口罩 当然不应该自出自入 他有他的自由 我们也有我们本身的自由 不可以限制他的 那些事情不是这么说的 院友多数在社区附近活动 有院友就在病毒潜伏期间 去过院舍对面的一间冰室 而这间冰室今天照常营业 立刻做这个防务消毒 但是全间餐厅 确保员工和顾客 那里也挺夸张 现在有11个人 其实这间院我看的不是很大 那上面不清楚 我们也很少走过那边 也有确诊患者 去过石饮商场的两间连锁快餐店 平日很多街坊都会出入这个商场 附近一带还有不少其他院舍 今次国保之家报役 居民都人心惶惶 他们说戴口罩 戴到嘴里 漏胸鼻 这样 还有他们去公园 我们石饮没有公园这些 是是是是是 他们全部不戴口罩 不敢去石饮村买菜 我们 不乘搭车去青衣买菜 荃湾买菜 担心的 都没办法 你一定要经过商场 有些地方 唯有用烧火酒 不停 有专家对于近日 酒吧群组感觉到忧虑 如果再有确诊个案的话 政府应该考虑收紧现行的措施 酒吧业界就说 对于要收紧措施 绝对愿意配合 就算要客人穿着保护衣来喝酒 也不要紧 不过千万千万不要再停业 但重点是客人愿不愿意配合 穿着保护衣来喝酒 这是一个重点 不过对于一些有问题的店铺 为了公众利益 早就应该要撒停 好生猛 不是说烧猪 而是说老鼠 早前我们率先报道 长沙环有烧纳店鼠背横行 多次罚款后最终被钉牌 其后我们再次追访 谁知道他们继续无牌营业 日葱医生申请南氏牌 我们正在申请 因为可以经营 这间烧尾铺在上个月29日 已经被食環署钉了牌 但一直继续营业 我们来到这里 已经见到这间烧尾铺 已经关门大吉了 一早就要钉牌 它根本也很不卫生 你听过 我一中就知道 你中我一中? 什么事? 九度 有时候走过老鼠 只捐到坑渠下面也有 有什么地方? 也有这么长 我们看到的 在地上转转转转转 在店铺也看到的 店铺虽然下了闸 但增板都放在地上 而地上的卫生环境 很不一样 这个时候有员工在搬火 承认屡次被投诉 终于要关门 先打算, 让你们搞死吧 不要说, 不要说 不要说 现在人生意都不做了 都关门了 不要再拍了 我怕会打烂 我怕会打烂 不用这么多 有力打烂我们的机器 不如打扫干净的地方先吧 另外, 有观众向我们报料 紫湾仔有一间萧纳店 和长沙环被钉牌的萧纳店 是同名的 又说那里根本没有工厂 也目击到每天有客货车 运送华以烧好的萧纳进入店铺 疑似是他们的分店 为了证实传闻 我们就问过他们的职业 我想问一下 这家大庆和长沙环的大庆 是同一家吗 是… 不是… 不是, 变成了老板了 变成老板了 变成了, 人变成了 其实你们的货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知道清楚 我是不是老板 那你们的萧纳是哪里来的? 这里是烧还是哪里的? 不知道 员工否认和长沙环的店铺有关 也未有证据证明 萧纳是来自长沙环被钉牌的店铺 而我们看到店内的环境 尚算整结 后行也不算有太多责物 在这里奉劝各位食肆老板 如果想客气云来 味道好之余 环境卫生也不可以忽视 回到东张西望 大食环署和警方昨天有联合行动 巡查了中西区和屯门区 超过30间的食肆 发现有不少店铺 都违反了防疫条例 更加向19名人士提出了票控 大家真的要顾己及人 就像以下的这个个案 楼上没有水路 楼下麻烦你最好就可以帮忙 楼下山水口 你说什么?现在什么年代? 对不起, 开门才对 你不开门, 我伤不了水口 最近有人向我们报料 说黄大仙有大厦业主的家 出现水压有异的情况 令他没水用整个月 其实是很无奈 因为你知道现在疫情这么重要 我们回来又没有水用 洗手又没有, 什么都没有 洗澡都没有 要走来走去, 去别人家洗澡 其实连一个正常的生活 都维持不了 什么时候开始发觉 水压有问题 还有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开始就是上个月 九月大概七日左右 我们回到我家就开水口 发觉很小的水 突然间变了 我们立即打给水务署 看看是什么事 第二天水务署已经有派人来过了 但是因为我们旧楼 水标就放在楼下的地铺 水务署来到 没有人开门给他 所以他查不到什么事 那我们就立即打给管理署 帮我们联络了楼下的那个业主 但是他就没有留电话 只有电邮署 我们就留了电话给他 电邮署和他联络 看看他什么时候方便 可以帮我们开门 要他整个水口 他就说守候回复 第二天晚上他就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的水口爆了 然后他就要我们赔钱 才让我们去看看里面发生什么事 铺主也可以说是狮子开大口 先要业主赔偿二千元 但原因竟然是… 花了他的时间, 麻烦了他 然后就说因为我们的水口爆了 浸了他两道门 要我们帮他修理两道门 而且因为他要请假 每个小时要付五百元 其实我本身也在想 因为始终是我们自己爆了水口 也是麻烦到他 其实要赔偿也好 也好, 居满费也好 我们本身也有打算这样的 但是没理由一开始 他已经说 为什么要给多少… 然后才可以进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 到现在, 这一刻为止 我还未见到水口爆了什么事 就是只知道它是爆了水口 时至今日, 水额的问题 已经扰让了足足一个月 第一晚它删除了我们的水口 连一滴水也没有的时候 我们真是楼下周围的店铺 一开门我们就硬着头皮 去问他们借水口拿着桶 周围问, 周围问 都问过好几间了 对, 也有 业主坚持 一天看不到条红砸成点 一天都不会付钱 而店主竟然反话 是业主自己逃避责任 一定要赔钱才开门 他一来就叫你付钱 但其实是否区议员部 帮你看过契约就说不需要这样做 原来大厦工具有一道写着 水标叫熊公家的设施 如果我们要维持这家屋 正常住的状态 原来工具有写着 我们可以进去维修 其实同样的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 前驱议员在早几年已经听闻过 一般是他们的水口 说要收理, 然后上次他开门 他不是很合作 那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我没有正式接触 若略所知应该是付钱 工具上写到 如果业主需要的时候 可能店铺也要配合 但如果这次收钱算不算是 还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第一次见 通常我们以往地铺要收钱 就是说你的工程令到我开不了铺 举例来说你要维修沙井 你要维修两天 我是茶餐厅, 会有臭味 那两天我直接要开不了铺 那这两天怎么继续 就会有这样的争扰 但是你说煮水后 我就是第一次听 那一店的业主 其实感觉上不是太友善 其实之前是否也发生过一些冲突 是有的 以我所知 就是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 曾经告过法团 就是说法团没有处理好渠的问题 令到当时的租客离开了 而我知道 它原本是一间茶餐厅 下集是很久的 我想超过一年 之后才去告法团 而最后是赢了 是法团要赔上的 以我所知 应该是那次之后 大家都用一种敌事的态度 原来大家经意有牙齿印 但一年又一年 连白纸黑字写好的工契 都变成一张有名无实的白纸 到底真的是鲜作怪 还是大厦建筑有问题 根据现行的例子 水标的位置 是要水墓拱满意 才会批个标给你 就是开始的时候 水墓拱满意的标位 是在一个店里面 经过50年的时间 外面的喉管 就已经可能改了很多 但是这18个标位 是不会改得到的 那现在水压有这个问题 这么小 其实以你推测的原因 是因为什么 其实喉管老化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因为可以说是50年 那条喉管都没缓过 你只要追回喉管 接通它 在那条水管那里 和这一点 走通水喉的位置 18个标位是可以放在这里的 香港建筑物管理条例子 授权人员可以进入 及试测大厦的公用部分 任何人妨碍, 即属违法 另外, 今次事件更涉及地役权 户主随时可以追究地铺业主转头 什么叫地役权呢? 地役权正正就是进入 或者使用某一些物业的权利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关的业主就可以 当然预先通知 是可以进入那个地方 去进行一个维修 或者一些巡查的工作 但如果它是明瞒不灵的 是特意刁难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举个例子是爆水管的 你爆了水管 必定是水是费了很多 结果到头来 你会给了很多无谓的水费 这些水费是可以避免的 那源头就是因为 原本的业主不让你进入 而导致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向业主追讨损失 说了整晚疫情 不如说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让大家开心一下,好吗? 那我需要做什么特别的表情 样子配合你那件正能量的事情 不用了 因为你的样子本身已经充满正能 正能量 其实我想说 就是Jennifer沈幸言 亲口证实了她的婚讯 还要在她的生日的好朋友 率先爆料 其实她事前不知道 有一个这么惊喜的派对 我们几个女孩 都是抽时间分工合作 去布置环境 买花、买气球 希望给她一个很难忘的生日派对 我们其实早就知道她被求婚 不过她的男朋友是圈外人 加上Jennifer的人也很低调 所以也想保护她的另一半 我们也得到她本人批准 在一个很开心的日子 再宣布多一件很开心的事 我觉得她们两个很匹配 两个都是很有内涵的人 然后她的未婚夫有一个女士 很照顾Jane 也照顾她身边的朋友 家人的一个男士 所以我觉得她们很好 很配合,很替她们开心 非常甜蜜 祝她们成相成对 至于以下对拍剧的拍档 她们传出的不是非文 反而是不和 真的吗? 怎么办?你们现在不止不和 只是你们相联 我们一向都相联 我们一向都是一对 现在才知道吗? 新剧《换命真相》拍摄工作 如火如荼 是非也同样升温 传闻张永康发火闹邓佩儀 今天两位当事人同场 正好当面对质 揭开换命真相,不和真相 现在终于有机会你们面对面了 有什么不怕的,告诉我们 我觉得挺好 帮我们一部剧宣传 然后可能有更多广告 我觉得健康食品可以 譬如找找阿康 然后说有什么吃了之后 就不会怒气 然后健康食品又可以 找找我 有进度 吃了,我吃了之后又没有压力 挺好 但是言下之意,你有怒气 对,我现在发火发得很累 现在就像阿佳蕴那样 我现在也有一种发火的疲劳 那你有没有见证着他们的相恋 你看他们的相恋 你看现在,你是不是相恋 看见证着他们的相恋 对 就是你阻止他们拍拖 所以他就骂你 嗯 他是第三者 阿匡,你需要多面向人道歉吗 你有没有骂过他们 嗯,他们不放过我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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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件事好像真的 其实当事人有什么想法 其实真的不… 说真的,如果真的没有想法 其实进行这么久 很多东西都看完,笑一下就算了 是的 但是阿匡很不开心 他觉得被人冤枉了 你可不可以帮他 我发觉你还是不要乱回答 做什么 你答完之后,说了好像… 好像我真的有骂你 刚刚刚说了什么,怎么会 他意思是根本就没什么发生 所以看完报道是没有反应的 其实我觉得做这一行 很多时候认真变输了 虽然被冤枉的是张永康 但是大家反而最担心的是Gloria 怕她被是非困扰不开心 我这里可能年资最少 但是我很多东西都看得很化 所以我真的没什么 最不化的那个是张永康 他又说你,间接说他老了 他就很不开心 我不说话了,说多错多 Hone年资最高的 但是他就真的不化 看他多生气 你学这么久都不生气 你多少岁 我和他拍戏,你自己说 我先教一下,我06年认识他 我当时16岁 所以他不化,没办法 现在是14年前 那怎样呢… 那阿匡是否一个会骂人的人 当然不会 你当时刚进行 我16岁没有经验 我看他演戏的,他教我的 而且他是极度温柔的前辈 很有外星 听到吗? 极度温柔的前辈 他不理我 Sean说他的戏是国宝级的 其实大家说你好 你又不开心 干什么呢? 他又生气 我全身都是贱 很痛 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过了 祸祸祸祸 房处最新一期的特快公屋偏倍计划 今天就上载了一些合式的单位 给合资格人士去选择 不过当中有11个警员是空宅 之大空宅就会因应他的空案程度 有相对的租金优惠 一年可以达至8至12个月 12个月不就是整年都不用交租了? 那倒是,不过这么有过去的单位 租和不租都好看自己的 个人选择和考虑 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明天见 再见 拜拜